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TVBS 2100看世界 我是心话为您实施国际化重点 首先呢头条讯息我们带您关注到的是 在高龄化少子化的现在 台湾屡屡传出长照的悲歌 今天呢在台南归人 一样发生了不幸的人伦悲剧 这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 他午夜长年呢跟姐妹同住照顾妈妈 但是或许是长期的照护压力 让他不堪重负 他居然压力太大 吃刀杀害了妈妈之后 还传讯息跟姐姐联系 说妈妈已经不痛了 机连人让救护车赶到现场 没多久警车也到了 家属在现场心急如焚 因为70多岁的妈妈身重多刀 性命垂危 紧急台上担架送医 身口多数刀伤 送医不治而砍杀她的是 死者50多岁的儿子 侍母后骑单车逃离住家 直到11点多 警方在一处公墓发现她 呆住在公墓旁 脖子手腕还有伤痕 行凶的生鱼片刀也放在这儿 赶紧将人送医观察 而事件发生在台南归人 13号清晨6点多 70多岁的死者还曾经是担任 几届的归人相代表 四年前现任时还获颁奖项 丈夫早逝一人抚养四个子女 多年前中风后卧病在床 由儿子专职照顾 最近妈妈又疑似出现失智状况 似乎成了夺命关键 我弟弟照顾他 照顾的 可能压力太大 好像失败了 没有喝酒爱好 喝了酒就不像了 还没睡那边 常常喝酒回来就忘记了 那里面不是说 那里面有听到他们看来忘记吗 嫌犯爱喝酒酒品差 疑似当天还有跟妈妈吵架 但现场没有发现酒气 是不是喝大了情绪失控不知道 但行凶后嫌犯一度传讯给家人 说妈妈不痛了 才让事件曝光 为了保护他的家属 也已经同步帮被害人的三位女儿 申请保护令 都说酒病床前吴哨子 但其实有很多求助管道可以利用 没想到嫌犯做了最坏选择 伤害了妈妈还有最亲近的家人 TB新闻吴中勋林又璇台南报道 而另外一方面 让两岸三地很多影迷都非常不舍 大家心目当中的最美周芷若 以及最美灭绝世态周海昧的死讯传了好几天 不过在昨天晚间已经确认在北京病逝 目前她是享年57岁 可是后续的沸沸扬扬的传闻也传个不停 网络上居然出现了北京中医医院的病例 而当中的名字是周海昧的 而根据了解这病例居然还是真的 而且内容详细到她道院的情况 那么身体的状况 而过世时的情形通通都详细记载 很多网友看到之后 认为外流这样私密的讯息 也太不尊重周海昧了 而目前北京的卫健委也出面 要来调查到底是谁外泄的 港新周海昧11号离世 最后身影被粉丝上传到网路上 画面上周海昧虽然是满是笑容 但手却被工作人员紧紧扶着 画面放大再看一次走路都感觉有些疲态 周海昧因病过世 不只网友们翻出过往影片仔细研究 究竟是什么时候就发病 现在连病例表都疑似被爆料出来 疑似周海昧11号急诊送医的 电子病例截图在网路上疯传 显示医院为北京顺义区某医院 还记载个人资料 但一出现就引发大量踏伐 或只迫使医院着手调查 是否为员工流出 陆媒也报道相关单位承诺会严查 希望还给逝者一个安详 事实上周海昧在8号也有更新社群平台 演过了角色配上音乐 并跑完问粉丝从哪部角色认识我的 让粉丝相当心疼 但过去他也曾经被香港媒体爆料 10月21号受邀出席澳门举行的 2023大湾区音乐会 但前一天彩排时 情绪却突然失控大发脾气 吓到工作人员让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很开心来到这个晚会 非常热闹 而且看到很多好朋友 祝大家身体健康 明明在6月也参加过类似的活动 总彩排却迟到两小时 据悉是因为他不愿意起床 让主办单位得知后震怒 抽掉他的宣传海报 并通知他不用出席晚上的音乐活动 虽然周海没有立刻透过经纪人 向主办单位致见 但最后仍无法挽回工作 只是现在离世 也让人联想到 是不是当时身体就不太舒服 才会出现反常举动 耍大白传闻 也已经与逝者一同吹散 而周海妹突然离世的消息 让很多人大呼可惜 57岁是逢壮年 也让大家想起他过去 带给很多影迷当中美好的荧幕形象 那么也祝福他一切好走 而再来我们带朋友来关注国际间的话题焦点 最近欧美各国掀起了反犹太的声量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在加萨地区 以色列的国防军不断的炮后 而且往南加萨持续推进 除了要来追捕哈马斯之外 很多的平民也因此卷入了战火当中流离失所 而今天在世界各国的反犹太声浪最为显著的 就是在波兰的极右派议员闯进国会 他直接拿灭火器给光明节的蜡烛给扁灭了 现场是陷入了一片混乱 而这名议员随后也被逐出议场之外 而在土耳其也有一名议员怒劈阿拉的真主怒火 以色列的这一些国防军都难逃神的谴责 没想到他喊完这些话语之后 忽然心脏病发倒地了 清快音乐庆祝犹太教光明节却瞬间变调 拿起面火器边喷洒边冲向光明节蜡烛 阻止也没用 九根蜡烛全被熄灭 还有人被喷得满脸白色粉末 现场烟雾弥漫 这件事就发生在波兰国会 这位旗右派国会议员显然对以色列相当不满 议会主席痛批他反犹太主义直接赶出场 同样在国会殿堂 土耳其也出事 话讲完整个人往后倒地 其他议员吓得冲上前关心 上一秒还在骂土耳其执政党 对以色列太软弱 难逃真主惩罚 却恰巧心脏病发作 紧急送医 趁着光明节 以色列总理对士兵加油打气 但传出乙军军纪出问题 士兵唱唱跳跳 歌词的意思 加萨每个人都是哈马斯都该消灭 另外对着镜头洗劫大闹加萨商店 甚至烧人道物资 种种夸张行为的影片不断流出 以色列军出面承认 这些行为有问题 并说会惩处违规士兵 第一遍新闻众后报道 观众朋友 今天的国际间的头条 聚焦在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一项决议 就是要求以色列方面 永久性地对于加萨地区 采取人道的停火 而这波投票的结果是如何呢 我们带您看到 投票时间是在联合国时间 11月27号 那么赞成的国家有121国 反对的国家有14国 当中呢就包含了以色列还有美国 那么有44个国家是弃权 不愿意表态的 可是我们可以带您看到呢 其实跟10月27号 我们为您更正 10月27号有121国 但是到12月12号的时候 增加到了153国 那么目前反对的还是有10国 当中其实呢是美国跟以色列方面 他们的立场还是反对永久性的人道停火 那么23国呢是采取弃权的态势 所以当中不愿意表态国家变少了 那么赞成的国家呢 其实支持停火的国家 也都是大幅度的增加的 所以这也显示着国际社会上 似乎看到加萨平民百姓 深陷战火当中的惨况 其实既与无限的同情 也希望以色列可以停火 双方坐下来好好谈 不要再增加无谓的伤亡 但是虽然这样的决议呢 可以看到是153票 压倒性的通过 可是这个决议 对于联合国还有以色列来说 其实是没有强制性跟约束力 它只是呈现一个国际社会的风向 而目前就近在加萨走廊 这里的情况又是如何 我们看到联合国目前统计 有将近190万人流离失所 而且由于呢 当地降下了大雨 很多的雨水直接冲进了难民营的帐篷 很多小朋友还有这些妇孺 他们只能想尽办法阻挡这些洪水 但是缺乏健全的基础设施 水还是流进了他们栖身的帐篷里头 非常非常的惨 而根据了解呢 以色列现在已经被国外认为是不是都不只是在针对加萨而已 而是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了呢 而现在国际间反对的声浪 似乎让坚定停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拜登 态度也开始改变了 很多人都抨击了 以色列的无差别强攻恐怕会失去欧洲等盟友的支持 这也是拜登的看法之一 他也会觉得接下来纳坦雅胡是不是史上最为保守的政府呢 因为根据了解由于以色列还有加萨跟哈马斯之间 他们在宗教上的奇异哦 哈马斯是一个非常强硬派 誓言要来歼灭以色列这样的政权 但是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代表主权的政府 他们是希望可以建立两国论的 可是现在纳坦雅胡政府呢 当中就有许多强硬派的高阶官员 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方案 所以就被拜登似乎亦有所指的炮轰 纳坦雅胡的政府是史上最为保守的 也导致现在出现的人道危机 还有双方战火没有办法停歇 出现的这样将平民卷入战争的泥闹当中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还有CNN的报道呢 目前以色列会不会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 先前我们曾经问您报道过 以色列可能在考虑要饮海水灌进哈马斯的地道当中 而现在乙军爷已经证实了 但他们说不是所有的地道都会被大水给淹没 他们是有限度会针对部分的地道 可是针对这样的说法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话了 他认为这样的说辞 他并没有掌握到 他也没有办法确认 这些海水灌进的地道里头 究竟有没有受困的人质 以军士兵在阳台上瞄准哈马斯目标后 立即开火 以军不止持续在加萨走廊展堪地面行动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 有美国官员透露 以色列已经开始从地中海抽取海水 准备水淹哈马斯地道 美国总统拜登不止使用断言这个字眼 显示美以两国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 拜登更以开战以来最严厉的话语 来批评以色列 拜登更认为在巴勒斯坦建国遗事上 纳坦亚胡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 联合国大会周二针对加萨立即停火议题 进行表决 最终以153票同一票压倒新通过 而且其中一票竟然是美国的盟友加拿大 加拿大更含澳洲以及纽西兰 发出联合声明呼吁停火 这也是加拿大政府首次在这场冲突中 使用停火这个词 停巴世卫朝全球遍地开花 纽约市再次出现停巴游行 而西班牙知名服饰品牌ZARA 因为最近宣传广告 涉嫌已设加萨平民伤亡 遭到抵制 虽然公司已经删文并道歉 然而图尼西亚的停巴人士 依旧不满对着店铺门口迫期抗议 TVB的新闻综合报答 而除了加萨走廊目前战火政治之外 大家还不要忘记了在东欧 现在俄乌战争也陷入了僵局 目前呢其实乌克兰方面不断的在国际社会上高声疾呼 他们需要西方国际社会的继续支持 才不会让他们撑了这么久的战场 在接下来俄罗斯还有机会可以重整来反攻 而且这回呢 泽伦斯基是亲自直接跑到了美国华府 去寻求美国的国会 还有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了 但是这一趟对于泽伦斯基来说 是不是碰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挫折呢 因为现在呢圆巫的法案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国会面临到卡关 甚至是共和党的高度质疑 究竟给予这么多的资源还有高精尖的武器给乌克兰是否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呢 那我们带您看到过去呢美国总统拜登 他称就是要看乌克兰需要多久的援助 需要多久他们就会支援多久 展现很大程度的支持 但是这回他却说可以支援多久就支援多久 口风似乎已经出现了转变 而根据Politico的报导表示 美国的民众呢对于援助乌克兰支持率持续的下滑 很有可能是因为战争的旷日费时 让民众发现高额的支出让他们麻痹 而且美国现在的内政问题也非常的严峻 通膨还有就业诸多的内政问题 让他们的目光现见的来拉回到国内 而国会通过的法案越来越困难 因为共和党呢对乌克兰政府显然是信心不足的 他们认为拿了这么多武器到底用到哪里 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进一步来监督 而并不是无止境的给予乌克兰这些援助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是发动情报战 还是舆论战吗 这位呢是俄罗斯的对外情报局长 纳雷什金他向外放话 他说如果要冻结战事的话 让战事稍微停歇 泽伦斯基是办不到的 因为过去泽伦斯基呢在外界国际社会 还有乌克兰人民心目当中就是绝对的鹰派 与俄罗斯一战捍卫主权是战争英手 不过现在似乎也成为他的包袱 根据这个情报局长的说法 他说呢他在潜在的谈判能够发挥作用吗 打一个问号 他甚至说在北约国家的军事高层会议 曾经讨论还是干脆把泽伦斯基给换掉呢 甚至也直指乌克兰的内部是否存在贪污的问题 甚至呢他说北约开始质疑 泽伦斯基在维护西方利益方面 是否缺乏灵活度过于鹰派 而且甚至这一名情报局长还点出了三个替代的人选 包含了乌克兰的总司令扎鲁尼兹 以及情报局长布达诺夫 还有总统办公室的主任 叶尔马克来这些人成为 泽伦斯基的替代人选 可是这会不会是俄罗斯发动的情报战 想要影响国际的舆论呢 那可能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泽伦斯基目前没有办法得到 美国这最大盟友持续的强力支援之外 同时呢俄罗斯似乎也在背后 正在操作跟运作当中 而现在呢对于俄罗斯来说 战事旷日费时 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有指战的需求呢 根据美国刚刚解密的情报显示 这场战事 纽约时报报导就揭露了 俄罗斯折损了31.5万人 这是87%的他们的现役的军人的人数这么多 那么有2200辆的战车毁损 损失了四分之一的装备库存 而且这可是重创他们花费30多年 他们的军事现代化 部队现代化的进程 所以俄罗斯呢在俄乌战争 在公日费时的战场上损失也是很惨重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200多亿美元却没说明夺盛战略仍有疑虑 美国总统拜登则示警 这等于是送普清大礼 先前还有共和党参议员范斯 建议乌克兰应该割地换谈判 现场有记者问乌克兰总统看法 总统斯基直呼这种抛弃领土的想法太离谱 不过美国原物立场松动成为事实 开始有专家担忧中国恐怕看在眼里 CNN记者来到乌克兰南部赫尔松采访 发现他们连无人机都只能DIY加工 赫尔松这区尽管早已收复 却还是经常过着地下生活 不止儿童游乐场设置防空洞 还有地下室铲房 前些士兵难掩忧心 担心缺乏军援会难以对抗俄罗斯 底新闻综合报道 而过去大大都说东欧是火药库 而现在现今社会也是火药库的 会不会是在太平洋的这一侧呢 我们但看到除了台海局势 曾经被经济学人评为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 其实在南海这边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摩擦 也时常浮上国际媒体的版面 而近期呢在仁爱暗杀 也就是中国大陆所称的人爱交这边 传出了中非双方的海事船只的冲突 甚至呢还喷出了水炮 来攻击菲律宾方面的船只 那么菲律宾方面就指控 都是中国大陆的恶意冲撞 但是中国大陆却反咬 都是菲律宾来侵犯主权 也冲撞了他们的船只 目前呈现各说各话 就跟当地的领土领海争议一样 但这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火药库呢 我们待会看到菲律宾的驻美大使 罗木德斯他就发话了 他说他认为其实不止台海很危险 下一个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热点 是南海而非台湾 那这可能是出于他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希望国际之间能够注目这个区域的冲突 而且他并且表示几周之前呢 有机会是双方可以对谈 来控制紧张的局势的 可是呢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 是他就表示他愿意跟中国大陆 一同来谈谈这南海的争端 但是习近平呢 却是四两拨千金有点冷回应 说会让国防外交官来讨论这个问题 态度根据菲律宾方面的说法呢 是非常的回避 而且是不置可否的 目前呢 其实菲律宾方面采取的策略 就是希望可以采取多边的应对措施 来反击菲律宾的胁迫 因为最近呢 美国的国务院还有华府方面 也有出面来表示 这一波的南海之间爆发的中非冲突 他们跟菲律宾方面的共同条约合约 都还是存在的 看来美国也发话 而且接下来呢 菲律宾也会跟日本来进行协防性的军演 也引起外界的关注 另外一方面呢 南海接下来这个联合的巡逻 会不会再度触怒中国大陆 采取更多激动的措施 或是过激的军事军演的来介入 让南海的局势陷入更为紧张 值得大家进一步来观察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说台海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呢 特别今年又是台湾的选举年 过去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斯就表示 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在2027年 就具备了可以攻台的条件 而且过去中国大陆呢 也有很多的专家认为 在2025年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关键点 但我们纵观很多专家呢 他们在盘点台海危机的时间点 不外乎就是总统选举时 还有政党轮替时 包含了总统蔡英文上任的2016年 以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上任之后 在2019年发表的对台全面政策演说 都在逐步提高台海之间局势的升温 还有紧张 带维森在2021年的这席谈话不断发酵 让美中台的情势更显紧张 马歇尔计划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 在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进行视讯讨论时 也进一步说明 外界关注2027年认为是关键的时间点 以往像这样的台海情势转折 都可能牵动整个亚太 甚至是全球的局势 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普瑞哲认为 2016年蔡英文总统当选 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时机 我认为习近平 在基本上继续的政策 甚至30年前 我认为他在台湾上认识 他在台湾上认识认为 蔡英文上任之后 中国大陆对台方向没有改变 但也从习近平几次公开演说当中 看出一些转变 北京方面明显展开所谓的非暴力协迫战略 大幅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 甚至传出要让台湾领邦交国 但葛拉伊认为这恐怕只会造成反效果 丢其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现况下 台湾民众因此对两岸同意感到排斥 因此台湾民众心目中的维持现状 恐怕与北京政府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 我的观点是他最多的观点 他并不想看到台湾的政治系统 两岸情势复杂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也可能成为转折点 步步为营的战略才能减缓两岸之间的矛盾冲突 TVA新闻综合报道 面对地缘政治的摩擦紧张 小国家在缝隙当中只能步步为营 如履薄冰 可是除了地缘政治之外 影响国家的存亡很重要的就是经济了 我们要带您看到如果财政纪律不张 台湾也很有机会会步入阿根廷的后称 阿根廷的自然资源丰厚得天独厚 但是长期的军事动荡还有大发福利根本没有财政纪律之下 让他们的经济陷落了 而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阿根廷已经变天了 而赢的就是主打经济牌的新任上任的总统米雷伊 而过去在竞选的时期呢 很多媒体就把米雷伊封为是阿根廷版的川普 并且呢在他身上贴了这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不过他现在真的要出招了 目前还没有要兑现他的证件 就是把阿根廷的披索变成了美元 作为他们的法定货币 可是他大开阔斧说要采取休克的疗法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他们的经济太过于困顿了 阿根廷的通膨呢已经来到了150%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休克疗法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要给予他们的经济体一阵震撼的强心针 来休克过后来重整来争取长久之后的财政纪律 首先呢他要大幅度的缩减政府的开支福利 而且要大砍部会的人员 而接下来他还要减少政府的举债 希望可以压低已经超过140%的高度通膨率 而其中呢蛮激烈的手段 就是要让他们的货币高度的贬值 贬值的货币呢 其实对于出口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于进口东西来说呢 成本也会激增 我们看到他希望把这个1美元 对365pso呢 改到对800pso 这可是要大扁54% 可是这也会让像是阿根廷他们的股物出口呢 还有原料能源啊 这些基础的材料出口 有很大的价格竞争力 另外一方面呢 地方各省的转移支付要削减到最低的限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限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权 让他们没有办法大撒币 希望可以透过发薪水啊 福利政策啊 或是刺激地方的一些土木工程 来刺激经济要采取其他的措施了 而另外一方面还要减少能源跟交通的补贴 这些福利通通都没有 还有公共工程的招标 同时呢最贫困人口的社会支出增加一倍 希望呢可以让这些在贫困线以下的人 能够获得最适切的帮助 而针对他大开阔斧的四项举动呢 INF就提出了他们的见解跟看法 因为过去几年呢 其实阿根廷不断的跟INF来借美金 来举债维持他们的财政 针对他要让他们的PISO 大幅度贬值54%的做法 INF说新措施呢 非常的大胆的初步行动 目的是在显著的改善他们的公共政策 保护最弱势的群体 强化外汇的制度 可是现在其实米雷一话说的很满 可是他在国会当中可是少数的少数 国会会通过他这样大开阔斧的行动 部会会支持吗 值得大家继续关注了 不过从阿根廷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财政纪律的话 经济失控真的会名不聊生 同时政权也会变天 而其实我们再看到 其实面临通膨所苦的不止阿根廷 全球在疫情之后都是一样的状态 因此呢日韩两国呢通膨也非常厉害 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南韩的经济前景也不乐观 很多南韩的年轻人都会觉得 干脆不昏不生躺平照顾自己 快快乐乐过完这一生就好了 而日本呢日币走扁 虽然大家呢换了日币去日本玩 玩得很开心买得也很开心 可是日本人也会发现自己的薪水缩水缩的厉害 但这个时间点呢首相岸田文雄又提出了加税 还要补充国防的支出 所以今年呢日本的清水寺就选出了他们的年度代表字 台湾是选出缺这个字 而日本呢就是选出税 也就是加税的意思 作为他们今年的代表汉字 时隔九年又登上了 而且呢还有人大骂岸田文雄 就是一个加税演进仔 公布票选出日本今年的代表汉字 京都清水寺灌煮 僧情犯亲手挥豪 浓墨点缀写出税字 时隔九年税字再度脱颖而出 当年是因为消费税从百分之五调涨到百分之八 这回也反映出日本的经济现况 通膨万物起涨 这时候政府还打算加税增强国防支出 让首相岸田文雄满满负贫 支持率跌破三成 还被冠上增税演进仔的称号 日元又走扁为当地通膨加温 美国十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百分之三点一 但房租 核心 通膨不见放缓 外界预测 联准会恐怕不会太快降息 南韩不黄多让经济前景也惨 光外食价格比上个月涨百分之四点八 荷包漏财 社会又陷入不婚不生困境 2005年20% 수준이었던 1인 가구 비중은 2019年30%를 넘어선 후에도 해마다 늘어 不愿意结婚的一人家庭年年增加 去年就占整体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新婚夫妻的数量更是跌入新低 지난해 결혼五年差以下 新婚 부부가 관련 통계가 작성된 이후 최저 수준인 103만 쌍으로 집계됐습니다 자녀가 없는 부부는 46%가 넘었고 根据统计刚结婚的夫妻 平均年收入和债款余额都有增加的趋势 也难怪年轻一辈生活过不下去 TVB的新闻懂不懂 而看头条 但您关注COP28 目前通过了史上第一个 写出历史摆脱化石燃料的协议了 这其实相当不容易 因为今年COP28是在杜拜举行 而就在中东 这里可是化石燃料的产地 而根据了解呢 本来他们的协议呢没有提到这一下激起了很多环保团体的不满 认为根本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进展 不过现在出现转机了 在这一次的轮值主席国阿拉伯令和大公国的努力涡旋之下 目前最终的气候协议的草稿里头出现了呼吁全球国家要来逐步摆脱化石燃料这样的字眼 这是首度在协议当中提到的 而这个意思就是希望未来十年呢可以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能源 而原定呢 COP20原本要在12号来闭幕的 但是最终的草案没有提到淘汰化石燃料的措辞 所以才会加持进行谈判 而目前的最新进度是没有出现淘汰这比较决绝激烈的字眼 而是采取逐步摆脱的字眼 不过这对于呢饱受季后变迁第一线的冲击南太平洋的岛国国家来说 似乎可能还是会有点不满意 因为他们是希望可以逐步淘汰的 但这已经是各国目前斡旋出来的最新结果了 而气候变迁呢其实不只冲击到一些太平洋的岛国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感受到老天爷真的变得越来越水火无情了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呢来迎接一连三天的寒流发威 而北京的第一场雪呢就让他们的气象单位发出了橙色预警 来到暴雪的等级 一夜之间呢北京的街头呢都变成了银白世界 很多的学校呢他们都是停止到校的 但是却要正常上班就有很多外送员说雪大道路面结冰 他们外送都跌了好几次焦 我们来看TVBS北京特派的报道 白雪冰封叫车 中国大陆北京十三号起浦降大大暴雪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商务重镇朝阳区 才走到户外不过三分钟可以看到身上已经有不少的白色雪花 实在非常非常的冷 这场雪从上午大约九点半开始下 在没有清扫的情况之下 可以看到路面的积雪高度四个小时是达到了大约两公分 那么官方的气象预报表示这场恶劣天气还将持续三天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预测最强降雪时间 落在13号早上10点到晚间8点 部分地区降雪量将超过10毫米 若冬低长雪就雪量丰沛 虽然变成银白世界 但是路面冰冻湿滑 对外送员既增加工作风险也降低接单速度 北京发布暴雪橙色预警属于第二严重等级 因此罕见的全是中小学停止到校 改成远距线上教学 官方也发出出行警示呼吁弹性办公 好久都没下雪了 然后这个第一场雪吧 就还挺不一样的感觉 具体不外方 只要懒得出门 不止北京 整个华北黄淮地区 这地气温将跌破历史记录 多地降温14度以上 从13日到16日 寒流从新疆向东 从北向南影响整个中国大陆 最低气温林渡县将南压到贵州南部 江南北部一带 TVB2新闻程序林敏珍 张德宝 陈永文 北京报导 再来带您关注香港是否治安败坏 由四名扼煞直接闯进了明表店里头 两分钟之内呢 持刀抢走了价值1.5亿元的明表 一名没戴口罩的白衣奶 进入香港这家钟表店 十几秒后 四名戴口罩的扼煞冲入店内 分别持刀跟铁锤砸毁展示柜 向店员挥舞西瓜刀后 抢走明表 整个过程只有两分钟 一共损失超过4000万港元 约1亿多台币 被抢的钟表行会在香港闹去尖沙嘴 大门玻璃破裂 店内满是被砸毁的玻璃碎片 警方表示 打脱得手之后 有车接应逃离现场 而店员怀疑 一开始进门的顾客 应该也是共犯 这家钟表店不是第一次被抢 在2020年搬迁到限制之前 也被抢劫过一次 表行的店员感叹 因为经济太差 让人铤而走险 明表再次被洗劫 而现在正值美国的耶旦节 网购以及购物的重要党旗 就没想到美国的治安亮起了红灯 在芝加哥有劫匪 就直接闯进了珠宝店里头 拿枪指着固定的女店员 把店里洗劫了 而同时也有小偷非常大喇喇的 走到住户家门口 把这些耶旦节来订购的包裹 直接抱走当做自己的 而这行为明显就是偷窃 陌生女子快步走向整堆包裹 不知道还以为她是这家的住户 事实上她是一名偷包裹窃贼 监视器画面曝光刑窃全记录 嫌犯光天花日大胆翻案 住在加州的住户看了超傻眼 快递送达不到半小时 企业贼就得手 加州街头治安再度引发担忧 光去年一年八十亿美元的包裹 不翼而非 尤其年末耶旦假期前夕网购 送礼忘记很容易遭小偷锁定 即便加重罚则 不过另一头的芝加哥更夸张 四名黑衣男子大啦啦闯进珠宝店 打破玻璃柜扫空昂贵手势 趁珠宝店的自动门还没上锁 抢匪一伙人拿枪指着店内 固定老板吓坏 把腿逃出去 我父亲没有在这里 玉璃说她还没有哭了 到现在的事件 我们已经拿了很多时间 只有一分钟 去毁灭 她说它很长时间 只有几分钟 让它被毁灭 据称损失的商品一共数千美元 而这间店一年半前才刚开幕 警方至今没逮到人 让店主也不敢营业 TVB的新闻得不到 而焦点回到国内财经的动态 我国晶片制造商的对手南韩又出招了 传出了2奈米的抢单战提前开打 那么外媒传出三星撂出了折扣牌 希望可以争取回答等著名晶片设计大厂的大单 不过文讯呢 我们的记者也跑去跟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 出席活动的时候 征询面对对手已经出招要打折扣价格战了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刘德英看起来是老神在在 霸气的回应说客户要看的主要还是品质吧 面对对手来势汹汹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对自家技术信心满满 其实台积电和三星在先进制程领域竞争激烈 外媒各报导指出高通要把高阶手机晶片 从台积电转到三星生产 而三星还亮出折扣牌来争取挥打等大厂订单 两纳米抢单站可说是提前开打 不过另一头1.4纳米厂在何处落脚 也成为关注焦点 面对媒体喊话刘德英不说就是不说 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透露终是已落袋 终科二期150公顷土地几乎都给台积电用 并透露是两纳米以下全台最新厂 强调最新技术放这里 台积电公司则表示 谢谢台中市政府的支持 将持续配合相关程序进行 另外关于台积电雄本厂 传出2024年2月开幕 台积电表示不评论传言 而当媒体问到 怎么看2024年的半导体景气 刘德英终于愿意开进口 明天景气我们也说了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成长年 所以大家放心 7月13号是行政院重启睽違12年的科技顾问会议 刘德英更时不时和经济部长王美花说巧巧话 而刘法科董事长蔡明介也没缺席 我们站在产业的一些很多经验 提供大家做一个讨论 希望做对的决定 帮助政府不要做不对的决定 半导体AI和静零科技 各国积极布局 台湾如何维持领先优势 是政府和产业的一大课题 提论的新闻 新闻想留一生 谈北什么的 而在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 大股商品要发挥它的商业价值了吗 现在旅行社已经打出了来韩国 去看大股商品来打球的这样的套装行程 甚至传出门票时间越接近会越贵 大股商品确定加盟洛杉矶到齐队之后 不仅赞助商的股价上涨 周边商品热卖之外 就连明年在主场的门票也水涨船高 日美报道 大股商品的周边超热销 预估带的经济效益上看大约一百多亿台币 明年三月MLB海外开幕阵 选在韩国首尔 台湾球迷也想去一睹风采 有旅行社看准商机 今年暑假就开始揽客 明年三月十九号出发五天四夜的机家酒自由行 每个人两万一千九百元 锁定三月二十三月二十一的赛事 洛杉矶稻稻齐队对战圣地雅各教室队 以台币大约三千块的球赛门票预购到时候多退少补 一万门票落在一千多到一万多块 但因为大股商品的加入 票价可能会变动 目前一百位旅客已成团也满额官团 怕的就是票不够卖 因为十三号网络售票系统想买明年三月二十四号 稻齐队主场最便宜的已经货外 最贵的甚至要十八万台币以上 相比老东家天使队差了十倍以上 而且浮动票价下可能会再涨 而又有台湾人在大陆被捕了 这是长期在当地发展的小说家罗森 传说他是因为被当局抓到写情色小说 所以已经被控制逮捕 而且重判十二年的徒刑 家属希望还机会可以协助 但他们说两岸已经断了联系 有关被告涉嫌制作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相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当中 大陆国台办证实台湾网络小说作者罗森被捕入狱 罗森本名廖孟燕是早期一批网络小说作者 后来定居广东珠海被称为是中国玄幻 武侠启蒙运动发起者在中国大陆失踪超过一年 以及经营的网站自去年九月起无法进入 罗森的微博停留在十一月十二号 消防留言说十二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结束了知道你肯定不在了 因为北京当局以进化文化市场秩序 加强思想监管以及内容审查 网络小说不能描写女性脖子以下的部位 依据大陆刑法贩卖淫秽物品罪 最清三年以下最重无期徒刑 外传罗森可能涉嫌私下出版情色小说获利 被中国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者 而海基会也证实家属已经联系 希望寻两岸两会管道协助救人 两会协商被否决 台湾出版文化和对于言论自由的认知 与中国大陆存在明确落差 TVBS聊国际待您呢 看到两岸落差的似乎不只是言论自由 还有创作自由的差异 我们好歹您看到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也想的不一样 现在有经历过三年风控疫情之后 很多中国大陆年轻人 是不是想要论出去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界认为 中国大陆目前呢 其实已经面临到了经济发展疲软 那么内部竞争激烈 但是在言论自由还要表达个人自由方面呢 没有像过去90年代那么开放 所以诸多原因疫情风控的不自由 经济疲弱内卷化的竞争激烈 还有有一个上升的透明天花板 因为产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那么上升的通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现在在社群平台搜索移民的数量 这样的关键次来到了5.1亿次一天 而且很多人呢都在想 我可不可以移民去泰国 单日突破了30万次 为什么泰国会成为一个理想的落脚地呢 主要原因就是气候跟消费了 还有呢他们提供各种的长期签证 所以很多移居者呢 可以先领着长期的签证在当地居留 那么就有社会的人类学家象标就认为 有别于他们过去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出国是去打拼拼经济拼一个未来 现在当代中国大陆年轻人思考的 是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过去我们又曾经听过报道过 在华为或阿迪爸爸来到35岁 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35岁还是壮年 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35岁再不晋升到管理职 就是职癌的死线 35岁以后在国内工作好不好找 工作还有没有上升的机会 镜头前凯寒而谈 介绍自己人生规划 谈到中国大陆的现况 出身四川重庆的刘恢宏很有感 如果你要想过得好一点 在国内35岁以后 必须找一份好的工作 有上升的机会 但是呢往往过了35岁以后 其实没有什么上升的机会了 因为公司更愿意用一些新人 他们更有激情 而且身体条件会更好 更愿意去拼搏 去加班 去努力 35岁成为人生职业大门槛 刘恢宏年过30 目前在中国从事健身教练工作 他表示35岁在中国是门槛的关键 如果在35岁之前没有好工作 或者稳定职业规划 未来恐怕会陷入很大的危机 不止工作 各方面都是警讯 根据统计分析 35岁呢在中国大陆 是一个求职的关键期 如果呢在35岁之前 你还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么未来的求职之路 将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大陆的男孩子来说 35岁是不是算一个坎 我个人认为是的 因为在过了35岁之后 我们的身体数字在下降 我们在工作当中 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 没有一定的作为 没有在事业上有一定的突破 那么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掉 比如说像大陆这边考公务员 考编制 他们这边就是已经有部分的省城 然后有一部分就是岗位 他已经延长到40岁 特别是如果你是硕士 或者是博士毕业这种 就是他的年龄门槛 已经就是延到40岁下降 台湾和大陆青年对于35岁生死线 很有感 在中国大陆不请公务员招考年龄 限定35岁以下 很多企业的招聘门槛也都定在35岁 许多对限制不满意的人都会赶在35岁前跳槽 否则之后想要再转职将会困难重重 这其中如果有海外学历 对求职会有加分 但不是每间国外大学都有用 有帮助 那么但是前提是 你去海外留学的这个学校 还有你自己的学术层级 足够的棒才有帮助 如果说你只是去英国 或者是去澳大利亚 这样子去读了一年 去混了一年 在一个毫不知名的大学里面 那么的话呢 海外留学其实对你的工作 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出国留学不是万灵丹 35岁仍旧是人生大敌 根据2022年大陆全国总工会 一份面向35到39岁就业者 全国性调查显示 百分之54.1的人担心失业 有百分之70.7的人 担心自己职业季能过时 百分之94.8的人感到压力 这些数据放映在各年龄组的 就业者当中 比例是最高的 35岁以后转职 为什么有些公司会有多一层的考虑 其实他们担心的不只是年纪 体力无法复刻的问题 更多层面的是35岁以后 你还只会做25岁的基层工作 但是如果你超过35岁 你有更多的人脉 更多的经验 其实在公司的管理阶层 或是顾问职经验的累积 其实反而是加分的 无形的年龄门槛成为大家心中的生死线 大陆全国政协委员宇国全表示 他计划在两会上向大会提交 打破35岁职场门槛案 明确就业年龄歧视判定标准 增加处罚规范 用人单位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 晋升或辞退红线 他表示加大惩罚力道 官方应该发挥带头作用 松坊公职考试 35岁限制 评估好自身的条件 有没有办法附和这几年 你念书下来所需承担的成本之外 那你接下来念完书之后 你要走的路是什么 比方说你要做的是专业职 管理职 又或者你真的只是单纯人梦 你有这样的能力 我觉得只要把最坏的条件 都评估下来以后 其实不见得是不可行的一条路 35岁职押当口 如何跨越这条生死线 成为扭转关键 当留学学历不再是万灵单 35就业门槛尚未抹灭 人生职押规划 仍面临许多挑战 TBA新闻六哈来明综合报道 而看得出来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面对内卷化的职场 追求的是work-life balance 又是生活跟工作要平衡 而现在欧美国家也在讨论 到底周休三天有没有可能呢 欧美国家或许机会比较高 不过再相对来说 比较卷的东亚国家有机会吗 现在新加坡就出现类似的讨论了 四天工作制 也就是月休三天到底可不可行 但是在新加坡的研究发现 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有意愿 而且还是特定行业的企业主才会去思考这样的议题 因为呢这个周休三日是在不减少薪资的情况之下 每周工作四天总工时32小时 哇真的好诱人哦 那么呢在新加坡的雇主联合会就调查了200多间的企业 1.7%已经实施哇蛮低的 还有22.9%是有意愿的 但是有7乘5是nonono没有意愿的 而有意落实的产业呢 我们但你看到主要集中在药器 健康科学和航空业 但是不愿意的是餐饮业 公用室业以及零售业 其实都是一些服务一线人员 或者说他们的工作性质是有排班的这样的人力需求 要他们周休三日 那么上四天班真的有困难 那么企业主要的顾虑啊 就是没有办法满足这全天候运转的业态 而且这是直接面对客户 而且业务你有在休息的吗 客户要找你就说不好意思 我这礼拜周休三日 那业务会不会跑掉了呢 还有人手不足的问题 而且多出额外的增聘成本 虽然呢就是薪资没有减少 但是这些减少的工时 是否可以加速这些员工的工作效率 做一样多的工作量 其实雇主是打一个问号 甚至会觉得还要额外再增聘人 来弥补这些不足的工作时数的工作量 还有第三个 不是所有的员工都这么自律可以施行啦 那如果这边出现freer rider 引起了公平的争议应该怎么办呢 但是其实在新加坡还是有八成的员工 希望可以落实四天的工作制 看得出来呢跟这个雇主的期望真的落差非常非常的大 或许多个国家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在家加油了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您知道吗 在新加坡很多人都住在公营所营建所盖的组屋里头 高达八成的人 可是过去都不能养猫耶 可是现在新加坡政府终于要解禁了 他们允许每户的组屋可以养两只猫或者是一只狗 那么饲养宠物猫必须要取得执照 要去上课 上好免费的网络课程 还有宠物猫都要植入晶片 而且呢首次申请的执照必须完成 而这个组屋开发的计划 真的是好不容易才可以来养猫 而过去他们不愿意让大家养猫的原因 只是因为好像新加坡人都放养猫咪 他们觉得猫咪太过于难以控制了 而最后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 台中七企有豪宅法拍了 原本5900万元的豪宅 最后拍出了4400万 12月12号台中地方法院投标室外 好几十个人等着开标 他们全都是来抢拍七企一户摆平豪宅 最后是一名杨小姐 以总价4,399,999元得标 大伙抢拍的是台中七企这栋 连聚一和大厦 其中一户 原屋主是知名潮牌 橡皮人的代理商 也是一号实业负责人林兵杰 一号实业在去年三月 签了上千万元本票 但到期日没有如期清偿 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货的批准 负责人名下的连聚一和大厦 一户中楼层摆平豪宅 变成法派物 但这户豪宅物件一共拍了四次 今年五月三十第一拍抵价5900万 第二拍抵价5310万 第三拍抵价4248万 第四拍的抵价虽然大砍近1000万 但最后得标抵价却冲高 到近4400万元 高于第三拍 在这53组的抢拍者中有不少投资客 甚至还有国内金控公司来代标 从十价登陆来看 连聚一和大厦最近一年平均成交单价 大约47.97万元 而这次的豪宅法拍得标价 单价扣除车位 每平约47.7万元 跟市场行情差不多 专家推测 投资转卖获利空间小 得标者应该就是自助为主 TVBS新闻 廖文汉 红彩文台中 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